6月11日晚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香港战赛事在香港体育馆打响 中国女排以3比0完胜保加利亚队取得开门红 比赛开始前 双方女排队员提前进入赛场进行热身训练 赢得在场观众真正欢呼 多位受访者表示 期待中国女排在赛场上的表现 晚八点半比赛正式开始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朱婷首发登场 在中国队开场连输2分的情况下 先是扣杀将比分追平 后篮网驻球队领先6比3 中国女排以25比15大比分拿下首局 随后中国队发挥出色 以25比12和25比17再胜两局赢得胜利 朱婷全场比赛贡献6分 李盈盈与王源源双双斩获全场最高的13分 赛后王源源接受采访时表示 比赛中运动员对心态的把控十分重要 未来的几场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是关键之战 他们会全力以赴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比赛我们对于心态的把控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环节 然后我们球队在上一战澳门临战的比赛结束以后 也是及时的去总结了自己在场上的问题 然后尤其是可能开局比较慢热的时候状况的出现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香港站能够展现自己成心的面貌 据悉 中国香港站为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第三站赛事 此次香港站的首场胜利让中国女排进账1.98分 目前以329.55分继续守在世界第七 紧落后再列第六的日本女排0.07分 根据赛程 中国女排将在下一场比赛中对整德国队 有球迷表示 期望中国队在中国香港站取得佳绩 拿到巴黎奥运会入场圈 我希望 期望土耳其和中国对土耳其和中国对波兰那两场比赛 世界排行高一点 实力都比较接近一点 那 还有如果在奥运会之前能够赢到土耳其和波兰呢 更加有信心在来附近奥运会再加 再下一城再赢完他们 希望能够赢得适合 顺利胜出